第二轮比拼 难度升级 射手需要佩戴防毒面具 在船艇航行过程中对海上目标进行射击 模拟的是船艇航度过程中通过沾染区 戴上防毒面具以后 这对射手的视线和呼吸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非常考验射手的心理素质 而且现在雨越下越大了 这对射手的射击来说是更大的考验 这一轮九哥首先出场 因为海上风浪的加剧 目标靶的幅度也在变大 而船艇在航行过程中 如果找到瞄准点后 不能果断激发 单无一秒都将错过射击的有力时机 那么这一轮九哥还能不能在视野受阻的情况下 继续乘胜追击呢 船艇一直在航行 射击过程中 九哥需要不断调整枪口进行射击 高速能定 好一点车 轮到小黑上场了 第一轮发挥失利 如果不能在这一轮反超 他将死掉这次比赛 戴上防毒面具后 本来就紧张的小黑 呼吸更加困难了 在移动中打马的时候 根据船艇的移动速度 稍微提前瞄了一点 等我踩激发踏板的时候 正好我的准形是瞄在把位上的 所以很果断地就踩下去了 然后接到第二个点 稍微移动中的时候 第一个点是踩完 然后目标把肯定过了 然后要及时地调整了一下 那么这一轮 两人究竟谁能胜出呢